我们知道您已经有19年的时间了,都常住在美国。 当您住在美国在哪里? 我在纽约,在纽约。 过去在纽约大室,我没有醒来我国民,因为中华民族国民的义务, 我应该在每一次大学的时候,我应该回来。 但是,中华民有很多麻烦的事情,我出一个分身,像邪两次大一。 有一次,我刚刚在这个探索认识绝,我不能等中华民族来。 总之,有一次呢,因为我身体不好及潮,所以我自己不能来。 那么这次怎么回来了? 这一次啊,在这个不叫做转变的原因, 画面就觉得好像对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很不利的事情。 我在国外就说的,因为也都有一次美国总统发问大楼。 所以我们在台湾开始属于很多不注意的地方, 国家婚宁的运营医院,我一直不知道在这, 所以我应该回国来,有什么可以要的地方,这是我应该的意义。 我们这里的运营精神非常欣佩, 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整形外科医生,是在新加坡发牌的, 在台北有个诊所是吧? 对的,因为是这样子,我母亲,她来这边看看,她觉得台湾是太好了, 所以她就喜欢坐在台湾,我就要陪她。 所以我觉得,常常都到台湾来,对我妈妈的关系, 就是很运营,但是它不是很运进步。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,就是说,一个人把自己的面貌把它利用整形外科再加以改变, 您觉得它是进步呢? 还是保持原来的自然能量的比较好呢? 我在我国家里的想法,在国家里的经历来说, 这是一种好的,第一种现象。 这个人当然是要有病毒,要有变化, 那么就是说不要把自己本来的美目全部改掉, 你把你自己的能够还要留在, 把你的缺点补充它, 那么这样子就很特别生命了。 还有呢,不但是这个脸部的美丽, 你要把你内心的名字写出来。